哈喽,我是神绿 万万没想到啊 第一个放出来的武器新动作 既然是我们斩斧的 而且如此的炫酷啊 用一句话来概括呢 就是硬了 我的斩斧硬了 我的脊皮竟然会斩斧了 而且开头的电龙套怎么这么绿啊 我要把它做成我的封面 停 这电龙套怎么一进来就变黄了 哎,算了,我们看新动作 好啊,这个动作跟我们之前猜想的是一模一样的 这是一个GP动作 首先先摆出一个待机状态 等待GP 然后我们砍出一段爆炸 在砍这个动作打出来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受到了攻击 就会额外打出一套大回旋 啊,没错,就是这种感觉 只不过我是被打的一方 这一张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整个动作 很明显是在我们剑挥出去 到爆炸产生之前 这段时间内我们受到攻击才能产生GP 然后打出我们的大回旋动作 话说这两刀竟然全中头了 这也太爽了吧 还没完呢 GP过后竟然还是剑模式 并且能直接接上剑模式的招式 他甚至接了一发属性解放 这也太灵活了吧 好的,迅速切换 原来这一招聚合呢 这一招给他取名为聚合了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那么原来这一招聚合呢 是斩机充能滑板鞋的替换剂 而且你看前妖时间如此的短暂 甚至迅速切换 好像还没切完呢 就可以准备放GP了 这也太灵活了吧 好,接下来文字设定上说 这一招聚合成功呢 就可以直接进入高处理模式了 Wallag取这就真就是聚合呗 那么有了这一招之后呢 强击屏可以重出江湖啦 其他屏可以含泪告别啦 谢谢你,我的毒品 好的,剑斧强化二连斩 那么这一招呢 是替换大回环的一个技能 啊,累,Rance竟然有大回环吗 我怎么从来没用过啊 那么这个技能再拉 也不可能比大回环拉了啊 所以这个技能非常的强 开个玩笑 说不定更新之后 大回环就加强了呢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啊 首先按出挥巴掌 在挥巴掌的时候 按出变形键呢 可以打出一招特殊的变形上捞斜斩 文字描述中这招上捞斜斩 伤害非常的高啊 那么这个时候再按一下变形 可以打出一下特殊的二连后撤斩 文字描述中这一段抚摩式打中之后呢 可以恢复很多能量 恢复多少就不确定了 关键的是啊 这个抚摩式动作伤害 看起来比剑模式要高不少啊 有点像小回环的感觉 好,那么接下来来评价一下这个动作啊 这个动作不仅观赏性非常的高 这个动作怎么能这么炫酷呢 然后操作性也非常的拉满啊 包括这个剑变形斩的前进 以及斧变形斩的后撤啊 感觉很多时候都可以利用起来 关键是啊 这个动作感觉把剑与斧的变形 就是润滑了 本来呢 我就是打二连斩小回环 二连斩小回环 再打一个二连斩 再打一个小回环 再打一个二连斩 再打一个小回环 但是有了这个动作之后呢 我就一会打剑一会打斧 需要剑的时候打剑 需要斧的时候还能打个后撤 就变得非常灵活 非常的润滑 然后来说一下我的疑问啊 首先是这个变形剑 如果我再一下 接一下二连斩的话 它会打出什么动作呢 我觉得它会接上这个动作啊 是不是啊 特别像六连斩的第三刀 我估计这样之后呢 再按一下二连斩 就可以直接砍三刀了 那么这样剑模式的输出 也是非常拉满的啊 还可以接小回环 然后是辅后撤 可以接什么动作 这我觉得跟本来的后撤斩 可接的动作呢 也是一样的啊 也是非常的灵活 甚至可以后撤 再接三巴掌 再接变形 再接后撤 总之呢 感觉这一招的 就是千变万化 对应斩斩的变形 真是太 太变化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啊 综合的 首先一发聚合 全中尾巴 这打点也太爽了 然后还能接个二连斩 再接一发 零接力属性解放突刺 这人是不是倒立了 好 然后经典玲珑剑法 这招好帅 给个慢放 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变形斩 好 然后迅速切换 直接用刚刚那一套 进行打装 好家伙 一下头都没打到 好 然后起身 再接一发 战装属性解放 这一套打装 可能就是我们以后的 打装方式了 这么看来 小灰环也有可能 会为了推这个技能 而被削弱啊 那么也无所谓 只要这一招好用就行了 好险 再多截一秒就被打飞了 看来压截这一招 还是一个铁废物啊 同样的前摇 同样的后摇 伤害看不到 但我估计也不怎么样 感觉被新动作 给玩爆了呀 好 看一下文字版 那么还有一招 重击 铁虫丝步伐呢 这一招没有揭露啊 看文字呢 它是一个抚魔式的 位移技能 看来官方好像意识到呢 这个剑墙腐弱的事实了 可能要回调一些剑魔 抚魔式的伤害了 也说不定 好 那么这个技能呢 我们以后再说了 各位我们下期再见 Sayuna 我们下期再见 عم 感谢观看